請教一下畢醫師 你剛才要說什麼 紀錄片 我剛剛講到說紀錄片裡面 這位爺爺 他本來就是逐漸睡眠越多 然後吃得越來越少 人越來越虛弱 話講得也越來越少 那可是因為他血尿 送到醫院以後 醫院就看到他營養不良 就幫他擦鼻尾管 那我們台灣現在是 大部分的醫療院所 不管針對什麼病人 只要擦鼻尾管 都是餵六罐 那餵的六罐 這是幾罐 其實我不懂為什麼 大家都是餵六罐 對 大洋養中心 拜託大師兄跟肅清的 那個什麼食量 沒有 他六大罐 我六小罐 大部分人都是餵 那個兩百四十三CC的 對 那其實這樣子餵的結果 其實都是過量 過量的結果 他就很容易逆流 所以他會反覆會 本來擦鼻尾管是為了避免吸入性肺炎 可是擦了鼻尾管你胃太多 然後又有一個異物在那裡 所以他就反而更容易這個吸入性肺炎 那腸胃又被稱得太厲害 然後就消化到 所以就兩個問題 就一直反覆地住院 非常的辛苦 後來他女兒看到我的斷食善鐘 然後我們就安排了居家護理到家裡 陪伴他們 然後在大概第十幾天 第十五天的時候 他就離開了 那他那個過程 家屬陪伴的過程 非常的充滿了愛 所以後來我們就把那個過程錄影起來 就是變成一個紀錄片 所以 那那個片子 每一個人應該看完就會感受到 在宅善中是多麼幸福的事情 因為病人在自己熟悉的環境 然後家人 我看到有一個畫面 我永遠都不會忘掉 這個病人是躺在那裡的 他的太太跟他的兩個女兒 跟著他一起這樣躺著 然後把那個iPad放在那裡 四個人 四個頭聚在一起 一起看他們以前的照片 看他的人生回顧 然後你看紀錄片的時候 你會看見 這個爺爺雖然不會講話 可是他其實都在參與 媽媽 他們跟他說 媽媽看媽媽什麼 他還會這樣轉頭 然後我跟他講說 你太太好厲害 大老遠從 這個菲律畢跑來嫁給你 我在看紀錄片的時候 我才知道 他有出聲音 這樣子 所以那個紀錄片裡面 讓我感受到 我原來以為他什麼都不知道 可是其實 在YouTube 只要打這個 斷石善中紀錄片 就可以出來 所以我後來發現這個爺爺什麼都知道 應該是有我的朋友 他想覺得這個議題很重要 他想要拍劇錄片 那我剛剛好找到這家人 他們願意 因為他們十一月就做好決定 然後一月才要執行 所以我們就有充分的時間 而且還正在進行斷石 家裡就比較人馬也發 人養馬翻的 所以我就不容易介入 所以就是很有 運氣很好 碰到一個這樣 那對不起 畢士 所以你剛才說的 阿公 他血尿嘛 對不對 對 送去便宜 便宜覺得說 他營養不良 那我們如果他在家裡面 他我們要讓他這個在家散衝 那他血尿我們該怎麼辦 血尿 其實後來這個病人還是一直在血尿 其實後來我們的居家安寧的醫生 就在家裡來幫他做那個冰水的灌洗腸光 然後你去醫院他可以打止血針 這個安寧的居家安寧的醫生 一樣可以幫他打止血針 所以他從他十一月決定以後 我就幫他介紹居家護理所 之後他再也沒有去過醫院 不管他發生任何事情 會叫醫生來處理 對 不管發生任何事情 都是那個醫生跟那個護士來家裡 所以我現在都想 我們要去找這個醫生 其實現在有很多這樣子的 譬如說居家護理所 你只要打譬如說我這裡是臺中市 有哪些居家護理所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家在網路上 對 那我的 在居家護理所找是不是 其實有很多種 譬如說醫院 醫院也有居家安寧 對 然後另外居家護理所是 他們出來單獨開業 那他就不用身兼醫院的工作 他就是他所有的工作 然後是到各個家庭去做訪事 那那個是健保有幾戶嗎 然後每一次來看病 只是刷一次健保卡 然後再付一點那個車馬費 這個馬夜的女兒聽到這個說 天啊 怎麼有這麼好的事情 誰的女兒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紀錄片裡面的女兒 我跟他講有這樣的時候 他聽到說 怎麼有這麼好的事 他們不曉得 所以我的那個 有一種愛是放手的書的後面 我有附入裡面有列了三十家 對 我們就是在宅善中團隊這樣子 麥田出版 麥田出版 他們已經因為小腦萎縮症 臥床很痛苦 所以那是遺傳性 遺傳家族性 所以他們兩位已經自殺身亡了 對 那個過程對媽媽來講 都是小腦萎縮症 全部 我們家族裡面有幾十個人 有小腦萎縮症 對 那我的表弟比我還小 他二十歲就發病 四十二歲的時候離開 前面臥床六年 我媽媽每年回娘家 就看著這個表弟這樣一年比一年糟 到最後的時候 他就是四肢都暖縮 身上很多壓瘡 很瘦 然後插著鼻胃管 插著導尿管 沒有辦法講話 因為沒有人 他只會發聲音 但是不知道他要講什麼 所以我媽媽一確定診斷的時候 就跟我交代 我將來末期的時候 你要幫我解脫 我問他什麼樣狀況的時候 他說做倫理不能幫助家人 不能照顧家人的時候 我說那不行啊 我們復健科病 很多人都說做倫理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這個你年紀大六十幾歲才發病 你會惡化的慢 以後再說 那後來我媽媽是一個 所以六十幾歲就發病 他六十四歲發病 八十三歲走 然後八十三歲走 所以這中間有十七八年 他靠著他很有毅力做瑜伽 然後有做走路 做體操 所以他身體狀況還不錯 但是到最後他還是變成要扶著 拿著拐杖走路 然後變成要做倫理 然後到什麼時候 到他沒有辦法翻身 吃東西一直嗆的時候 他就說他要走了 對 那時候他能講話 他頭腦很清楚喔 講話也都很好 所以他講什麼 他就說我這一生沒有虧欠任何人 我責任已了 我現在也活夠了 所以他說他要離開 那我就拿有一本書叫大往生 因為裡面那個 大往生 大往生 大是大小的大 對 那個日語的大往生 就是指安然逝去的意思 對 安然逝去的意思 OK 我以為有個小往生 對 這個醫生他自己說 萬一他得失智症 他要在他還有決策能力的時候 就要進行斷食往生 我就覺得這個方法可以 因為他在書裡面寫了很多 我剛剛講的 人的末期都是自然不吃不喝 很輕鬆很安詳 所以我媽媽看了那本書以後 他就說那他可以用這個方法 假如我們台灣有安樂死的話 我媽媽這樣子的話 就是適合用安樂死 我們還是可以幫他辦生前告別式 還是可以先好好陪他 然後再快速一點 那我媽媽就比較辛苦 他花了二十一天 就從第一個禮拜 就是撿早食物 撿到慢慢就是一個禮拜 就開始不吃 然後他喝了兩天的水 因為他喝蓮藕水 他喝水會嗆 所以我們就要攪那個蓮藕 對 勾勾 那一天喝三杯 喝兩天 他說這蓮藕水太營養了 那我會死不掉 哇 媽媽好勇敢 對 因為大網生的作者 並沒有講這個段子網生要怎麼做 因為蓮藕有澱粉 有氧 有甜 對 所以我並沒有確定 我要讓媽媽喝水喝多久 可是他就自己喝了兩天 他就覺得不行 水都不能喝了 怎麼這麼好吃 媽媽又吃了 之後我們就只有用棉棒 濕潤他的口腔 他連水都不喝以後 差不多一個禮拜 他就蠻虛弱 他就眼神 要看你的電視節目的時候 就這樣眼睛有一點眼皮下垂 媽媽那時候還在看 他每天晚上 他還看 看新聞娃娃 還跟我弟一起看恐怖片 看殭屍片 然後白天就看書看股票 因為他最後股票要處理 因為我們家小孩都沒有人會做股票 對 然後 他快往那邊還在處理股票 那個是他的後世 他的遺產 要把它處理好 對 然後他就這樣子 我們發現不對 我們就開始 我們就幫他辦了一個生前告別式 對 哇 生前告別式 對 那他那時候在家 就是在我們家的客廳 對 那多少人來 說什麼 就是兒孫 我們家三代 其實曾孫太小沒來 三代都來了 那就是因為我兒子來陪伴 這一段時間裡面 每天都有問他一點 從你出生開始 把我媽媽的一生 問得清清楚楚 我媽媽的一生是高桃疊起 然後受了很多的壓迫 我外公跟我爸爸壓迫女性 對 所以我為什麼覺得男女不平等 我們家還有 重男輕女也會 我們 不是 我爸爸對我媽媽非常的壓迫 對 那我外公重男輕女也是對的 對 對 然後就是把我媽媽的事情講出來 但是我媽人還在 因為還會講話 所以他就會 他就會一直插話 就補充 還會幫忙更正 對我們很多人來講 留很多細節我們平常不知道 所以馬上在看一個很高潮疊起的 一個電影 然後是在看我媽精彩的一生 我們一路講 一路看這個過程當中 假如他講到被欺負 我們就替我外公 我爸爸跟他道歉 假如他講到這個哪裡的事情 我們就稱讚他 了不起 所以我覺得這個 所謂的生前告別式 是一個人生的回顧 讓他感受到他這一生 是很有意義的 然後我們在講完了以後 就看他從嫁給我爸爸開始 一直到後來生病 我們帶他出國玩 然後他中間跟姐妹 到世界各地去玩 看這一些照片的過程 我都突然有一個感受 雖然我媽媽很可憐 有很多的心理創傷 可是我看到那些照片 我們所有的人 照相的時候會怎麼樣 都是笑得非常的燦爛 是我媽媽最美麗的時刻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媽雖然很辛苦 可是她這一生 有很多很美好的時光 我有這樣感受 然後我們那個看完以後 我媽講一句話 她說我很滿足 你們當作我去遠行了 不要哭 我可以感受到 我媽媽也有覺得 她自己這一生 是很有價值的 對 所以我們一方面是 這二十一天的陪伴 一方面試圖盡量 撫平她的傷口 一方面一直感謝她 讓她知道 我們家 我兒子很會講話 阿嬤 我們家就是靠你 才有今天 她這句話對她幫助很大 很有力量 這個很有意思的 很好的典範的故事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歡迎收看